哈囉大家好我是RT 生死格鬥20年來陸陸續續出了6代之多 而他的殺害排球系列更是幫助不少演藏玩家 保養他們那珍貴的靈魂之窗的優質遊戲 來了這樣一款格鬥遊戲 你有注意看過他的劇情嗎? 今天就讓我來帶大家簡單的了解 生死格鬥1到6到底在幹嘛吧 首先是生死格鬥最初的一代 大家都知道生死格鬥最初的靈魂人物 就是這個開高煞到腰間的超越流忍者霞 從小就在母親跟哥哥的寵愛下成長 而霞的死對頭靈魂則是咱們霞同母異婦的妹妹 這個異婦就是咱們迷遍看太多的雷道 居然污染了自己弟弟指甸的老婆 因此被驅逐出忍者孫 後來雷道為了搶走奧義烈空旋風殺 把姐妹倆的歐逆將打成殘障 於是咱們的胸控霞為了幫哥哥報仇 不惜離開村莊踏上了叛逃忍者的旅途 而咱們的妹妹 靈魂則是接到了養父殺掉叛逃忍者的命令 一是俠跑她就追 俠跑她就追就越追越遠了 就這樣一個回程就已經來到 Dead or Alive 格鬥大會 男人什麼靈魂其實是個命苦的好女孩 不願任賊作婦的她目的其實跟俠差不多 打倒姊姊然後幹掉雷道為 鬼獎報仇 後來當然還是由長女擊敗了雷道 是不是雷道突然起丘 兩人一同使出了奧義烈空旋風殺 結果有人偷插了雷道一刀 雷道就這麼灰飛煙滅 卻引起了現場的大爆炸 導致俠被綁走 後來靈魂回到家中發現 歐尼獎也被綁走了 只好跟著龍準追查到歐洲 結果這樣好巧不巧的參加第二次 DOA格鬥大會 而這個妹子海蓮娜·道格拉斯 就是最愛舉辦格鬥大會的 多爾特公司的最新掛名負責人 上一任老闆 也就是她的老輩 已經在上一代被暗殺 此時龍準更使出了世上最強的絕技 美蘭技 馬上變到一個重要妹子 這才發現俠被多爾特抓走 以下簡稱低色 而抓走俠的目的 當然是為了研究她那現在能開高叉 開到胸部的最強Buddy 後來俠逃脫控制 在途中碰到了自己的複製人 阿法 還口口聲聲的要跟本尊搶哥哥 這麼胸控狂魔肯定是要把她做成白癡的了 最後還是在龍準的幫助下成功逃脫 殊不知龍準偷到了情報顯示 地色早已讓殘障疾風的身體恢復 得知此事的俠實在是太護胸心切 老亂的理智 這麼龍準只好一一把掌刪醒她 當然一點效果也沒有 只好派連印跟著那個一提到哥哥 就變智障的姐姐 後來龍準在DOA大會封到身體不慘 腦袋卻纏了的疾風 並用拳頭幫她找回了一部分記憶 是不是這一切都是世紀末天狗搞的鬼 疾風只好用自己的拳頭招呼妹妹 這才找回所有記憶 男人就在此時 誤喚天神流霸神門的首領 幻羅降臨 順帶一提疾風跟俠是天神門的 幻羅早就成了第一色的 歐美加計劃的被實驗體 剛剛那隻天狗就是她召喚來的 靈茵也在此時被女天狗上身 是不是連分身都來摻一角 兩位大男男只好用砂鍋大的拳頭 替她們注入正義的能量 最後在CIA妹子的告知下才知道 整個大會背後的陰謀 就是收集冠軍的最強基因 並開發最強生物兵器 後來靈茵對於叛逃的俠 實在是非常的嫉妒與不諒解 還因此被疾風歐美加 灌注了正義的能量 而疾風也就在這個時候繼承了天神門 成為整個誤喚天神流的物影 後來覺得被歐美加計劃的靈茵還差點至今 幸快被媽媽給救了回來 還有她幫助及萬千寵愛於一生的姊姊 於是後來人為了把他們一網打盡 再度召開第三次DOA大會 引誘他們自投羅網 後來疾風認為自己身為物影 必須親手解決換羅 而靈茵則是為了親手料理養父來盡銷 兩人爭執不下只好用拳頭決定 後來疾風跑去問低色掛名 CEO到底想幹嘛 又是一個一言不合就薄以老全 疾風真的是一點都不懂的臉相喜慾 最終疾風跟靈茵一起打閃換羅 素知他還留著殺手劍沒出 但我以為他要弄死疾風的時候 他就被龍准給捅爛了 龍准還非常好心的將偉刀留給兩位主角 一個石破天神的嗨愛 全面將換羅打到聖粉 就這樣掛名CEO終於成為正牌CEO 他為了貫徹老輩的理念再度召開 第四次說是生死格鬥大會 卻只有魔王灰死大會 於是疾風一伙為了擊潰低色 只能前往復灰 最終俠獨自對付完全體的複製生命體α152 那那正牌CEO這才領悟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未來 就這樣親手將實驗計劃全部摧毀 正有致敬之時 還是被拯救 是不是最終的幕後黑手 還是繼承了幻羅的面具 繼續著實驗計劃 後來這兩年俠整日尋找自己的複製人 想親手結過了他 就這樣見人就薄一老拳 打到他說為止 好巧不巧的海蓮那會的宣揚 心聲低色的理念 再度召開第五次打不完大會 而那個幕後黑手則是偷偷的創立MISTO 在暗地裡搞鬼 後來俠在艾莲娜的幫助下 終於找到複製人並親手結過了他 是不是俠卻被趕來的哥哥妹妹給結過了 但是被結過了其實是複製人 真正的俠其實身在別處 還找到了被MISTO抓住的ONI醬 最終忍者四人組成功將複製人FACE4擊敗 素不知卻因為FACE4的解體引發黑洞 圈圈掉到了另一個平行世界 在這裡FACE4被大量生產 忍者一火被打得無可召加 就斬斷世界的源頭才能回到原生世界 沒錯啦 你必須在這裡 召喚一到六代的歷代妹子跟男的不重要 來幫助你過關斬僵 當然就連五代才出現了唯一貧爐 瑪莉也會參參 而且在3D引擎的加持下 就算是貧爐也能超越物理的限制 這個貧爐是可以突破天際的貧爐啊 圈圈倒落的波動快感 更不是說說而已 還可以帶著你的妹子們參加泳裝派對 叫他們蹲下不敢坐下 叫他們趴下不敢躺下 而且現在正在事前登陸的階段 只要完成預約就可以免費獲得10次初選妹子的機會 還有機會抽到生死格鬥6的最強組合包 像每天打開手機就能看到破洞毒搖美學 還不愧來生死格鬥M 收集你的妹子 就這樣成功斬斷源頭的忍者四人眾 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林茵與霞也終於在這裡結束了長年的鬥爭 化干戈為血妹 霞也就充實退英江湖過著隱居的生活 難得人在江湖標哪有不哀刀 像退休可沒那麼容易 複製人們再度找上門來逼他出山 疾風與林茵也繼續追查著MIST的事情 還多了個女天狗到處亂入刷存在感 而這位無代就出現了碎香 這次和瑪莉一起繼續賣龍 一個巨於瓶的強烈反差 難得這個碎香天賦異稟 只要看過一次便能學會對方的招數 於是第六次說著生死格鬥 卻只有魔王被打死的大會再度展開 而MIST這次請來的天才科學家Niko 就是為了讓雷道復活 而作為回禮則是要讓Niko的父親也復活 所以為了復活雷道就必須抓走碎香 因為她就是林茵 Uuuuuh 一個同父異母的妹妹 這雷道還真是想盡其人之福啊 是我也要當反派 最後就連林茵也被MIST抓去復活雷道 於是得到蝴蝶求救出的俠一夥 以遜雷不羈掩耳之之 趕來拯救林茵 最終銀賊雷道還是被成功復活 拳腳三人中只好再度合理制裁雷道 將她打了個戲把爛 顧屁的俠就這麼再度獨自離去 故事也就這麼到了尾聲 最後MIST大魔王依舊沒有現身 Niko甚至還秀了一波可以復活海蓮娜媽媽的操作 卻凡被打了一巴掌狠狠的教訓了一頓 生死格鬥之後還有什麼魯瑤秋葛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是RT 那一套的女兒基因也太好了吧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感謝生死格鬥M的贊助 娘子還不快跟牛魔王一起來看魯瑤物